然後結果我就為了拍那張照片 後來那個浪就這樣上來 打上來之後 把我打下去 然後就跟剛剛 你被捲下去啊 我被捲下去 就跟剛剛那個鄭大哥講的這樣 我被捲到那個房鍋 就是房鍋塊裡面 然後更更可怕的是 我被捲下去之後 我被那個浪帶出去 那個房鍋塊外 就是那個畫面這樣 我就是在裡面 就帶到外面去了 就是我在邊 我是在最邊邊 然後被那個房鍋塊 在房鍋塊裡面之後 就是又被捲出去 但是那個房鍋塊非常高 就是最少有一層半高 對 然後那時候我朋友嚇傻 就是他是嚇到說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被捲出去之後呢 然後後來我又被捲回來 然後又捲出去 然後那時候 就是那時候我就被岩石 然後敲我這邊就是一道傷口 這樣這麼長 被劃破 然後那時候就是 就其實因為我的水 那個石頭很會割人喔 很會割人 對 然後因為我的水性是很好 因為我從小到大就游泳隊 然後加游泳教練 但是真的 我覺得 就是真的要量力也為 不要覺得自己是很會游泳 然後就去做那麼危險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 我覺得當下的心情是 你越到那種緊張的時候 跟大家呼籲就是你要放鬆 就是當你在溺水的那種 危機的時候 你因為那個腎上健康 你會緊張 你就會開始使命地掙扎 然後去掙脫 然後當時我被捲出去的時候 我確實很緊張 因為我心跳加快 但是你被捲懷的時候 他有個那個空檔 我是蹭那個空檔的時候 我再使命地游回來